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就講一下關於本港的消息 在近日BNO議題和雙重國籍的問題就罵得沸沸揚揚 而在昨天的時候 南華早報的報導就說到 說大陸方面是打算禁止BNO人士 擔任香港的公職人員和公務員 但是來到今天 《經濟日報》又有一個不同的說法 他們聲稱引述一個可靠消息指出 說這個傳言是不準確的 大陸當局只是想針對那些 透過BNO移民計劃取得英國國籍的香港人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經濟日報》今天那篇報導 引述了多個熟悉中方消息人士指出 說禁止BNO人士擔任公職人員這個傳言是不準確的 因為香港的BNO人士是多達300萬人 他們隨時都可以申請拿回BNO的 中方根本上不可能完全禁止他們出任公職或者公務員 這篇報導就提到香港的BNO人士有300萬人 實情這個數據也是準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BNO護照就會過期的 但是BNO這個身份就是永久的 就算本護照過期都沒有所謂的 英國的內政部一樣是有你的紀錄的 所以正如他們所說 就算現在這一刻沒有BNO也好 只要英國那篇有你的紀錄 你到其時想移民的時候 或者是想申請回的時候 照樣就是會拿回的 所以如果說要完全禁止BNO人士擔任公職 在那個執行上是會有困難的 除此之外 如果《經濟日報》引述的可靠消息是準確的話 也能反映到其實大陸的方向 都是很想盡量減輕移民潮對於香港所帶來的衝擊 如果說硬要禁止所有BNO人士去擔任公職 要他們在特區護照和BNO護照之間二選一的時候 正如我們昨天所說 肯定會令到有一群心大心小 十五十六的人 他們就會滴起心肝移民走人 等同於趕人扯 到其時肯定會多了人走 多了人走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可能會影響資產價格 因為這些人一走的時候 他們就會賣光在香港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賣樓 賣股票 如果每個人都說走的時候 你隨時會出現人踩人 你又扔貨又扔貨 扔了出來哪個摺 第二就是引起資金外流 當這些準備移民的人 他們的資產都完全套現了 他們一定會先把錢匯走 所謂三軍未動就糧草先行 他們的錢還放在香港托 他們都準備走了 所以肯定會引來一個很大的衝擊 如果你一下子說 逼人家二選一的時候 現在就說不用 原來 原來就不禁這些BNO人士 擔任公職人員 就是不用選了 起碼是令到一班人鬆了一口氣 當你逼他賣場角的時候 逼他選擇 有些人就會選走人 你不逼他的時候 有些人再磨一下 又再想一下 這個很正常是人之常情 所以會減緩移民潮所帶來的衝擊 這是必然的 這個消息對於BNO人士來說 亦可以算是一個好消息 當然有些人已經心意已決 說明了什麼時候會辭職 什麼時候會離開 已經有計劃 那些人就沒有影響 反而有些人還想在香港 留在這裡賺錢多一段時間 他的財富比較充裕 他才移民 對於那些人來說就是好事 他不需要這麼快面臨這個抉擇 但是現在中方這個決定 對於那些藍絲來說 就真的會遭殃 為什麼呢 《經濟日報》的報導還說到 大陸較大機會採用的方案 就是專門針對那些 利用BNO移民計劃 而取得英國國籍的香港人 就會取消了這群人的中國國籍 使得他們不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這樣的話 這群人在香港的權利當然會受到影響 其中一件事就是所謂的投票權 但是老實說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篇的報導 經常都會聚焦在這個投票權身上 是不是他們覺得香港人很喜歡投票 是不是他們覺得香港人很重視這個投票權 老實說 有沒有投票就怎麼樣呢 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人稀罕 都已經是沒有人當作是一回事 老實說 有得投票就是看投不投 沒得投也已經沒有所謂了 在這個大環境下 有得投和沒得投請問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是還想著可以通過這個投票 來做什麼有意義的事呢 已經是毫無意義了 對不對 你喜歡什麼時候投就什麼時候投 你喜歡不投也可以 你喜歡全部委任他也可以 根本上大家都很清楚是發生什麼的一回事 好了 這一篇報導還說到 說失去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那幫BNO移民港人 他仍然都是香港居民 換言之 如果這一幫人回到香港再住滿七年的時候 也可以是拿回那個永久性居民身份的 這個無疑就是加重了那些BNO移民港人的移民成本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對於哪一幫人來說是最受影響呢 對於那些黃絲來說 老實說 他正正就是覺得現在這個政治低氣壓 現在這個教育環境 他就是頂不順他才扯 按照計來說 無論他住夠5加1也好 或者住夠多少年也好 他都不會回頭 這些叫黃絲一去就不復反 他怎麼會回頭 他不會回望 他不會說自己自投羅網 有很多人的黃絲 比如說有被捕風險 他一定不會回頭 但是有些是中產人士 他無非就是想自己的子女 擁有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 他不想他的子女接受香港那套教育 於是索勝就過了 那這幫人都不會回來的 又或者有些人純粹就是想投奔自由 那他一下機那一刻已經擁有了 那他怎麼會回香港長住呢 所以老實說 這些措施對於黃絲來說 影響不大 反而對於那些所謂的中立友 又或者是藍絲 就很失陣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幫人 他永遠就是想騎牆 他想騎牆 他不是想一心一意地移民去英國 就不回頭 很大機會 住滿五加一之後 分分鐘會回流 對於那些人來說 就很嚴重了 那些人才真真正正想清楚 因為原來當他五加一之後 他一回頭那一刻 他要重新計過七年 才做回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那多數有這些想法的人 都是藍絲 老實說 想吃盡兩家茶禮 兩邊的利益 黃絲還怎麼會 什麼都不會回頭 他都覺得香港已經很不堪了 這個情況 他都宜得明早就要離開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多數都是黃絲 這種人就是 藍絲走就行 不走就行 有些藍絲 就真的想著 住滿五加一 入籍了英國之後 馬上回香港 有這種人 現在這種人 就要想清楚了 原來 入籍英國之後 就會喪失了 永居權的 要重新計過數 這樣 所以這班人才是最嚴重的那班 反而不是黃絲 黃絲那些已經想著走 你推出這些東西 推不推 就是這樣 老實說 好 至於一件事 就是其他國籍又怎樣 這一篇《經濟日報》的報道說到 說本港的中層精英階層 不少都是持有外國護照的 你只是想想林鄭以前也有 葉劉以前也有 真的 通過居英權計劃 拿了這個BC護照 不過現在當然放棄了 這篇報道還說 中央過去對於香港存在已久的雙重國籍問題 一扭都是眼睛開 眼閉 這次中央出手處理BNO問題 會不會處理雙重國籍問題呢 熟悉中方消息人士說 北京這次針對的就是英國政府背信棄儀 因為他們推出了BNO的5加1計劃 但是如果持有其他國籍的香港人 例如是加拿大籍或者是澳洲籍等等 都牽涉其中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究竟打擊面是不是太大了 也要顧及到和相關國家的關係 就是說應該純粹會針對BNO人士 拿奧籍、加籍、美籍等等 那些人應該不會受到牽連 暫時起碼第一波不會 照看字面的意思就是這樣說 其實他們所謂的反制措施都很有趣 他們說要針對英國政府 但是那些反制措施針對的對象其實就是BNO香港人 那你怎麼來針對英國政府呢 你又不是要制裁英國政府 你變成了那些靠BNO5加1計劃移民的香港人 那就叫做反制了英國 不知道 他說是就是了 好了 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搞來搞去到最後 就變成了繼續容許那些裸官存在 因為你只是針對BNO那些人 那就是說原本已經拿了外籍那些 就沒事了 你看林鄭已經沒事了 就是他老公和他兩個兒子 還可以繼續拿著英籍 那你講來講他根本上都不倒題 麻煩了 你起碼就是要盜絕了這些裸官的存在才對 一隻二隻的子女全部都是送去外國那裡讀書的 一不是就起碼都要在香港的國際學校 你有沒有見過他在屋邨那些中學讀書 都離譜了 你這樣然後說服那些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走去大灣區工作 這班人根本上就是沒有說服力 你根本上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你自己講完那些事情都不相信 你自己的子女都不去新鮮事卒 一味就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多好多好 自己的子女都不在香港受教育 說一條步 對不對 所以你講到最後你繼續容許這些裸官存在 對於香港的長遠發展都是不利的 我認為 你起碼要先盜絕這班人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